敬心 如何常开心怀 无上得上 容易得上 敬心很多的人 谢谢 敬心很多的人就会说 还是要不要敬心 我一坐下来 满脑子乱七八糟 根本禁不下来 这就是敬心的第一步 看到你的脑子里面乱七八糟 看到我们的脑子里面 垃圾一堆 看到脑子里面的那些声音 很多是没有建设性的 但是通常我们看不到 然后我们就不断地去强化那一个 比方说 哪一个人在你背后说了你一句话 然后你听到 你会觉得那个人是个猪 我对他这么好 他还可以这样说我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他怎么可以呢 然后脑子就一直往那边想 一直往那边想 一直往那边想 我们需要安静下来 看到你的头脑 一直在那边跑 讲完话的那个人 早已经去哈比去了 不知道已经到哪里去快活去了 然后我们却紧紧抓住 那个人是个猪 然后我们就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越想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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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头脑的功能 头脑 有所谓 我们在宗教里面讲的 那个修持来讲的话 他就讲说 有一个ego 有一个我直 有一个自我 那个自我 只要一受伤 他一定会有自我修复功能 自我修复功能是什么 就是不断的骂 其实你也没骂到他 他装满垃圾的是自己 但是我们通常看不到自己这个愚昧愚蠢 没有建设性的行为 而且我们还就在那里 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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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越想越起 越想越起 然后血压也飙高了 血糖也变高了 这个心脏也阻塞了 血管也阻塞了 然后我们就一定要想出个道理来 这就是我们的头脑的功能 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 我们就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头脑 在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事 然后看到到我们的头脑 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的自己的行为 变成什么样子 身体状况变成什么样子 自己的嘴脸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的静心 够深的时候 如果我们认知自己的生命 不应该只是这样被糟蹋 被谁糟蹋 我们怎样就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必须要看到自己在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跟对方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说不定 他那天眼睛不舒服 然后就显眼看了你一眼 然后我们就回家就开始生气 为什么这样 是跟他很好 我上次来帮他介绍科目 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下次再也不要对他很好 就开始了 我们总会认为说 对方是冲着我们的 一旦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问说 他的眼睛邪言 是对我不满吗 真的吗 通常答案是 旺旺 如果你真的安静下来问的话 如果你会发现 很有可能事实的真相 比你所想象的慈悲多 答案是 他前一天没有睡好 所以静心对我来说 是一个可以让我回到 那个平静的一个管道 一个方法 让我看到自己的疯狂 对方不需要改变 这个世界 不会按照我们要的方式 运行 那难道 我们就要像猴子一样 有人讲一句话 我们就都 扶不掉 扶不掉 有一个人 说了赞美我们的话 我们就好开心 然后从哪里 听到一个对我们不利的话 我们就问 我们真的这一生 要这样过吗 那个找到平静的钥匙 在我们自己手里 让我们平静下来 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已经很清楚 即便我到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天 我都有可能碰到一些百目的二百目 因为年纪的关系 因为社会历练的关系 因为对方的情绪的关系 因为种种种种的关系 他都有可能做出一些来恼怒我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就这么容易让别人操弄吗 这个是我们要来问自己的 我真的难道不能超越那个吗 我真的没有能力为我的内心找到平静吗 你们太想看自己 我们为什么没有到那里 是因为我们没有榜样 我们会以为那个叫懦弱 我们会以为说 那个叫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反击 我们会以为说 那种是一种忍气吞声 那是一个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一种生命的品质 也就是如不如不动 帮助我们自己活出那样的品质 而且我要说 那样的品质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 那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情绪 只有那个时候 我们才会体会到什么叫人质 什么叫死费 那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吗 所以 画出你生命的那个方式来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那样的品质的生命 我们不要忘自肥薄 前人有太多的圣者 给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智慧 他们这么多的书 这么多的好的一些榜样 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著作 从身边这样子的人 可以去学习的 我很早就决定 我要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 所以即便我被恼怒了 我都知道我要去的是哪 所以我不会 我越来越花在那个愤怒 或那种不安焦虑 被激怒的那种状态 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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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有一天 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情绪上来了 看到他 跟他在一块 一直到他离开为止 在这整个过程 我们不需要去伤害任何人 因为他就有点像喷嚏一样 那个喷嚏上来了 找个安全的环境 安全 结束之后 平静下来 我可以再回到 我原来的那种一个 风味 所以通常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只有 你让我打喷嚏 是不是 我就喷了你一声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这个 你让我不爽 就喷了你一声 另外一种就是 你让我不爽 就蹲下去 然后我自己气得要死 然后转过头去 看到小狗 就去踢小狗 因为我不敢 面对你 我不敢把这个分面面对你 所以 那 现在有更好的方法 静心对我来讲就是 我不是把它丢在你身上 我也不是把它丢在我身上 而是我 看着它 看着我的 Ego 受了伤 看到我的 Ego 想要伤人 看着我的 Ego 想要 发怒 想要 找对象 想要 讨回那一口气 看着它 一直到它 慢慢安静下 因为 我对我的情绪 是如此 但是一样 我跟我的学生 我会分享这些 但是我从来 不要求别人要这样 因为 你怎么样 都能活 有一些人 他也活下来 他到处骂 到处骂 到处骂 也活到八十几岁 而且还挺健康 因为他没有这样骂 他根本活不了 那所以 谁要凶 他身边在我里面 要凶 所以 生命是 非常有趣的 所以 刚刚那个 那个问题是 静心 是 帮助我 达到我刚才 讲的 这些 我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自己的 情绪 我安静了之后 我才可以看到 动的是什么 通常我披着动 我们也就看不到 是什么在动 因为我们自己都一直动 头脑也在动 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一旦我静下来 我就可以知道 我在动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 当我看到那个动 我才有可能 去 输解他 才有可能 知道怎么样去带领那个 那个愤怒 那个ego 怎么样带他 回到他要去的那个瓶颈 我讲的很简单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但是我们在讲的是很深的东西 但是你们都听得懂 那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一直相信 存在 我们要称他为神 阿拉 耶稣 爱 什么都好 存在一直在跟我们扣门 存在希望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 你如果有你的宗教信仰 只要你祈祷 只要你祈祷说 我希望能够走到那个瓶颈 存在会想尽办法 让你去到那里 只要你愿意 就像当初 我的心 满心的祈祷说 我还没有办法 放下对我父亲的愿怒 但是我愿意 求求你 求求你帮助我 让我不要对我的父亲 有愿怒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对父亲有愿怒 我的生命不可能完整 不可能平静 所以我只求 我心里面想要得到 对我父亲的 那个愿怒的放下 于是 听也就透过各种机会 很多好的老师的出现 很多朋友的出现 很多朋友的帮忙 到现在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非常的好 所以意愿是最重要 如果你还认为说 我没有办法 我还是会听到 有些声音 我听得很心疼 但是那是他的生命 我没有办法去 去要他走不一样的道路 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 我死我都不肯原谅他 听了真的很心疼 但是 的确有人就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人 除了心疼他之外 我们只能祝福他 我们没有那个权利 把他的恨拿掉 我都不肯原谅他 我还是会听到 那种不肯原谅他 的确温 你还元ough 感谢观看